这个狗尾巴就是小狗的爪子 很喜欢这个元素 给镜头立起来再看一下这个全新的轨迹5.0 喜欢喜欢 真的是今天我们也是把这个轨迹5.0带给大家 同时呢新总也带了惊喜给俊俊 什么惊喜 给你带来了一个老朋友 什么谁 我就是老朋友 我们两位老朋友还有一个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是上次咱们在拍鬼记3.0的时候 然后跟你配合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 我把他给你带上来 我知道了 应该就是我们想的那位吧 狗狗 是不是狗狗 丧摩耶 他来到这儿太开心了 他不过来是吧 他有点 他不过了 面对镜头有点胆怯 有点紧张 来来来来 不怎么听我的感觉 我去 我去 他是你的老朋友 他是你的老朋友 他是我的老朋友 来来来来 他不要听你的 我准备好了 我有好吃的 你过来 来来来来 好乖 他不要听你的 你看看 我有备而来 是代言人有一套 早就知道 早就猜到了 你看到没 那我们就坐下来吧 这样他就不会那么离我们远 是是 欢迎欢迎 我之前拍摄已经见过他了 老朋友嘛 别人叫咩咩 所以我有备而来 一个狗狗叫咩咩 你看看 清总你看看 他的狗 他的我们这个logo 是不是他硬是按上去的 真的一毛一样 他按了手印 指纹指纹 这是我们诡计的代言人 诡计代言人 诡计二号代言人 来来 别动 你坐摇了 你坐 我有吃的 我有吃的 你坐 给点面子 乖乖乖 再直播呢 诡计五点人的衣服 这个灯特别能装动 老多了 我有备而来 跟他合作的时候他乖吗 乖一条过 真的一条过 跟你一样 不让他进去他就进去 真的 我们今天这个场景 其实也是特别还原了 最近拍海报时候的那个画面 是是是是留下来的 对 一直没拆 没有拆 为了就是等今天 为了就是等今天 这不是啊 对吧 现在我们这次有一个5.0的主题 就是暖过冬季 对对暖过冬季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 首先还是因为现在11月嘛 又是冬天了嘛 那我们觉得说冬天 还是一个温暖的季节 所以我们这次 刚才俊俊也讲了 我们这个logo 其实是有这种雪啊 狗啊 这种元素 就觉得说雪是融化了 所以觉得说暖过冬季 因为季还是轨迹的季 暖过冬季 就觉得 361的衣服帮你暖过冬季 361的轨迹帮你 陪伴你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361带给大家都是暖的 暖男 暖狗 暖狗 对对对对 这个给冬季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上次许愿的 对对对 去年我记得咱们也是 去年是轨迹3.0的时候 我们在露营 在露营 当时叫热爱来野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杨阳哥有问 俊俊说就是喜欢什么样的鞋子 然后俊俊有说可能这个粉丝 或者喜欢这种脱鞋呀毛绒绒 穿起来很暖的 所以我们这次在轨迹5.0也算是个还愿 就是说哎就是 心愿成真 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你对 轨迹6.0 后面如果你有什么想做的东西 也可以提出来 先把这个说了 这双鞋啊 这双鞋啊 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融融的 融融的 跟咪咪西纳毛一样融融的 一样融融的 就如果家里没有这狗狗的话 可以摸摸这个拖鞋 很舒服 而且有小巧思 你看他有狗 他上他想走了等一下啊 再给他吃 来来来 他吃 上面上面 上面有他的这个狗爪子 给镜头看一下 还有狗爪子 还有轨迹的logo 对 然后最主要是这个拖鞋啊 这个高度还是有一点的 还是有一点的 还是很适合这个 有些女生合适啊 但我听说俊俊有一个小抱怨这个鞋 对 我一定要说一下啊 这款没有男鞋 新总怎么回事 没有怎么回事 我觉得俊俊的身材可以了 不用再大 我也是有男粉丝的 对啊 我也想穿这个 我就是你的男粉丝 谢谢 我拍的时候啊 让我穿这双鞋 然后我脚出去这么多 出去这么多 就得让我穿这个 就让我试一下 所以这个新总吐槽一下 虽然独宠俊俊 帮俊俊的心愿变成真的 但是 还是更宠我们的女观众啊 对对 女粉丝啊 所以女粉丝可以在这个冬天 有这个361度的温暖 哎很舒服 这个很舒服的 这个很舒服的 那接下来俊俊 接下来轨迹6.0 你给许个心愿啊 许个心愿啊 下一个想要什么 让新总帮你实现吧 我们就卖那个 就卖那个 就卖那个 那个基本那个 logo款 logo款 卖logo 做一个带金鞭的 镶金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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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6.06出难过 对对对 还得舒服一点 还是以舒服为 舒服 然后又百搭 然后呢又好看 就像我们今天穿的这些啊 都很舒服 361度的衣服 都很日常 很适合 通勤也很适合运动啊 也很适合日常上班什么的 很满搭啊 跟朋友出去聚会 聚会也可以穿 来到雪屋 来到雪屋 来到这里打卡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就一直不拆 留着留着 这个棚得买下来 其实我们应援地 这把椅子留下 这把椅子 这把椅子也是361的啊 你看到吗 361度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361现在越做越大了 对对对 还有露营装备 不是 我上次大产业 我上次拍摄 还看到了帐篷 对对对 开始做露营装备了 对对对 自从你和361合作之后 我们这个生意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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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谢谢 太棒了 谢欣总集言啊 所以老朋友聚会 就是给大家带来温暖的这个暖意 是是是带来欢乐的啊 好我们这个一秒入冬的场景 已经准备好了 那其实11月不仅有这个轨迹5.0 给大家新的惊喜啊 11月对于俊俊而言也是生日月 是的是的 哎生日要来了啊 生日要来了 很开心啊 有什么生日想要完成的 或者11月想要完成的小目标吗 11月完成的小目标 拍戏吧 还是多多的 还是拍戏多拍戏 多多的工作上班 或者或者这个去 要是有时间啊 想去这个新 新疆那我去过 去过了 冬天的新疆去过没有 冬天的新疆 没去过 穿着轨迹5.0 哎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你看他好乖 你看他多惬意 是不是他累了就趴在这 或者去这个北方哈尔滨之类的啊 有雪的地方 穿着咱们轨迹的5.0 很保暖啊 咱们5.0哈 也有也有这个 轨迹5.0有羽绒服过 而且羽绒服还跟风衣有结合 三房有一个是吧 对对那个 没事 轨迹5.0没有 可以买361度的这个羽绒服 轨迹都有 轨迹什么都有 轨迹什么都有 所以就是跟着我们的俊爵 然后穿上轨迹5.0的 361度的各种款式的冬天的衣服 对 其实可以361度 无死角的去感受一下祖国的这个美好的冬季的美景 美好的美景 美好的美景 而且我们今天在这个整个活动过程当中 也提醒大家边看我们的分享聊天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页面的右上角 可以点我们的小图标 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抽奖当中 这个我们轨迹5.0的很多限量的周边 对 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来发送 所以大家记得如果你点了不要离开 因为离开这个抽奖就会失效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今天轨迹5.0的给大家上新各种款式 各种款式 作为我们这个代言人也是时尚弄潮儿 军军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季服装 你在搭配上你有什么比较在意的一些点冬天 冬季的服装 嗯 我冬季会选择一些这个比较 其实一般来说冬天都在剧组 哈哈哈哈 都是一个大棉袄 绝树 一个大羽绒服 大家看到361度的这个大羽绒服 对 我记得老多了 今年我也穿 尾姬4.0那个 4.0那个 还有国旗 国旗那个 我最爱穿那个长款 拍戏很舒服 拍戏很舒服 因为可以照顾到腿 然后我的穿搭技巧就是简单一点 你怕冷吗 你怕冷吗 会保暖很重要 我我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那个冬天啊 我的脚为什么老是很冷 为什么呢 其实 没穿秋裤 不是不是穿了秋裤 不是不是穿了秋裤 我脂肪少 什么 他们说体脂低的人 体脂低啊 体脂低啊 所以所以如果脚就冷 凡尔赛了 凡尔赛了凡尔赛了 一些你觉得适合的搭配方法 给谁打给杨哥打 给星总打 给星总 卖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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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还像我们老规矩 我们录影的时候 那时候就俊俊给大家搭配了很多 适合女生的 女生的 来帮我们演绎一下 想想想想 那我们就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 新款 新款 轨迹5.0来了 他好 是不是乖 乖翻了 一直录他 但是他掉毛 掉毛 真的好乖啊 好的 那我们开始选衣服吧 走吧 有请 搭几身啊 搭两身 搭两身是吧 轨迹5.0 你先来大概留下一下 我先大概看一下 真的每个都 你看看这种裤子就很办 好温暖 是吧 而且很舒服啊 冬天穿 而且你看运动什么的时候都很方便啊 出去那个上班啊 见人啊什么的也很合适 对 这款就是咱们的那个 对三房的 三房的 而且是可拆可拆卸的 很很很暖和 你看他里面是羽绒的吗 面面也想来看一下 这个羽绒服是可以拆下来的 可以当成三件穿 他里面有羽绒 对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 面面 来 不是你的衣服啊 这件也是不一样的颜色 对 这个是棉服 对 这是姚立荣的外套 你可以做叠穿 姚立荣的 姚立荣的外套 这看着就是这种 对 这有小的设计 做了一些小细节 做了一些小细节 拿出来给镜头看 对 小巧思啊 这件其实很好看 这个好啊 今天很流行这种小松紧 小松紧这种的 红配黑很好看 很节日啊 之前拍摄也穿过这个 这很好看 然后这些是一些这个衬衣啊 对 这是夹克 夹克 这个很舒服 这个我通话 对对对 这很舒服啊 杨阳哥亲身示范 亲身示范 展示一下 这衣服拉拉一下 哈哈哈哈 有点皱 刚做半天 做半天 是不是啊 这个很舒服啊 而且他这个设计 这什么面料啊 好舒服啊 这个要新总来给我们回答 新总也不知道 新总可以看掉门 新总可以看掉门 扣工分 这什么 不导容烧花复合棉平纹 不导科技面料 是一种平纹布 一种平纹布 这种平纹布其实就是比较立体 比较立体 然后就是 对然后平常就是你放的时候 不太容易出肘折 然后就基本上 就不会说你揉到一起 就很容易就定型会很好 就定型啊 不怕皱 这很舒服 这很舒服啊 君君有种在逛商场的感觉 这个是我知道 这个叫断面 是不是啊 这个你都知道 这个叫断面 这个也断面 不一样的颜色 哎呀好好看 是吧 这个他这个 这个叫什么绿 这个绿 这个叫什么很清新 这种绿 可能有点翡翠式的那种 翡翠式的绿啊 这个就很清新 然后白色也很好看 这个叫工俊绿 这是我们这次的工俊 谢谢你啊 里面这件也是这个颜色的 对 这俩一样的 但我建议啊 搭的时候啊 我买了里面的这种颜色的 清新一点的绿色的卫衣啊 就不要买撞子的 撞子的这个外套 这样的话 以同色系 其实没有层次啊 像我那是买个白色的啊 配绿色 就有层次了 太会了 那可不 给摩正小姐搭两身 先选一个 哎你看今年多了很多单体 对 今年多了这个帽子 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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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的啊 新型的包包啊 这小女生胯啊 平时很可爱对吧 是的 搭配冬天搭配这个帽子 还可以遮耳朵 对对对 来我们让俊俊先选 这俩先拿着哥 先帽拿着 哎我发现 俊俊搭配啊 是先以单品为基准的 先以配件为主 配件 因为他太喜欢这个了 有单品先把单品选了 根据单品来选衣服 可以 看到了不 单品是黑白色 然后帽子是白色 这就很搭 怎么搭都不会穿 是吧 来就选个黑色的卫衣啊 是吧 哦好看啊 没毛病 而且很保暖 是不是 黑卫衣啊 黑卫衣我 外套有没有 外套 给小姐姐来个外套 外套选一个白色的吧 是吧 黑卫衣配白白色的这个 外套啊 然后他主要是绿色 还有点缀 其实黑色配绿色 或者白色配绿色 都很白的 冬天有一点绿色 更亮眼 更亮眼啊 来我们现在啊 插一条裤子啊 插个裤子啊 这个卫衣已经选了黑色的了 是吧 嗯 裤子我们可以选一个 其实这个 这几个颜色都还可以 都很白 有点搭 这个跟你穿的是一个颜色 啊 这个米色其实是我这条 颜色是一样的 这款呢 就比较有点像oversize 对吧 就有点那种宽松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款呢 它就适合这个 哎 平时生活 或者健身 对对 这这么搭 运动也很合适啊 那就这一身了 就这一身吧 对吧 一身穿这个裤子可以 腿腿腿 也还要好看一点 看你怎么搭吧 是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给摩特小姐姐去准备一下 好 第一身 第一身OK了 第二身 第二身 继续逛街 第二身的话呢 其实我想以这个为主 金总是不是很爱这种消费机啊 对 就毫不犹豫的 啪啪啪 你打个折 打个折 打个折 第二身呢 我就比较建议这种啊 这个我也很想看 对对对 咱们现在是11月 对对对对 这个是真的挺有特点 因为这个是个三房的 三房的 对你看这个里面是可以防风 防雨防尘 防尘 防尘 还能防尘 然后里面是可拆卸的 这个保语容其实可以拆 这个保语容其实可以拆下来 有巧思 对所以可以当一三川吧 就是里面的青包雨绒出风衣 加到一起 就可以当个选服来一串 哦你看看啊 冬天你就把这个加上 对 那个到了春天啊 下雨了 就把这个雨绒取了 雨绒取了就可以当一个防雨的 这个这个外套 风衣啊 防风还防风防雨 对对对 这个就很合适啊 三房的三房的 搁抱呢 选上了 选上先先以这个为主啊 好以它为主啊 对吧 大家看到了啊 有荧光绿 这种荧光色的这个绿色啊 我们就得搭一个压得住的啊 那肯定要选黑色的裤子了 是吧 不能全身都荧光 这俩裤子有点像啊 其实就我这个身上的这个版型 这套呢 我就建议穿这个宽松一点的裤子啊 是的 然后搭配这个三房的咱们这个夹克啊 对外套 外套 它配双鞋 它就配双鞋啊 配双鞋 就配我们鬼气 配双拖鞋 开玩笑 拖鞋太冷了 穿这个出去 鬼气5.0了大板鞋 对对对 好可爱的 就配这双鞋啊 新总推荐的 这个就很百搭了 非常有细节的一双鞋子 很合适很合适 好 那我们就让小姐姐去把这事也换上 换上换上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 这双鞋其实这个今年非常流行啊 是的 非常流行这种大大的宽松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扣子 这些小巧思啊 你穿的就是啊 我穿的就是啊 对不对 就是这双鞋啊 其实当时我们设计师想说 把这个鞋子设计成居家的这种感觉 居家的感觉 所以你看用了很多扣子 包括这种直绒材料 你看这种一这种材料 一般都是这种睡衣才用的材料 是是是是 所以就用这种就用 让希望你有一种 虽然是一个很厚的鞋子 但是有一种夹的感觉 但是 所以用了很多这种居家材料 包括这个狗狗 其实觉得狗狗也做了一个抱枕 做的那么多枕 你知道吗 这个小抱枕 就觉得这个抱枕的造型 所以像你就是 在室外有一种居家的感觉 那但你看这个 这些材料都很百搭 是吧 搭上去一点也不为何 而且一般像这种材料 其实不太是鞋子上常用的 像这种直绒材料 很可爱 包括像它后跟这种 有点像家里低毯这种感觉 家里低毯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旅行 就是你轨迹的旅行 也像家那种感觉 你看你这个狗狗 可以拆卸 当个钥匙链是可以的 你还可以把它别到你的衣服上 放在包包上 想别哪儿就别哪儿 这个就很方便了 对对对对 很巧思的 很巧思很巧思 就是小巧思 这样也很可爱 设计师加个地图 是不是还是可以 这样还可以 而且我们考虑到冬天 其实这个鞋子全场橡胶 其实很防滑的 很防滑的 因为全场橡胶 而且这个 你看我们俊俊的雪弟弟 跳个舞完全不会滑 完全不会滑 哈哈哈 而且这个大家注意到了 这个这个 这个有点鞋点 有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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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定这个功能 有点这个功能 有点这个功能 怪不得今天俊俊更加了 2米了都 2米了 都说你没穿是吧 我就差这双鞋了 你就差这双鞋 现在就下单 好嘞 我们就先坐下来吧 坐 我们狗公没了 狗公跑了 狗公跑了 狗公跑到了 那儿去 面面 这个吃的 过来过来吃的很放弃 面面看的 过来过来 有个别的好吃的 好吧 他刚吃饱了 吃饱了 为了太多了 我们现在小姐姐 去安装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今天 我们三位身上的 轨迹5.0的元素 好吧 金总给我们介绍 你身上的这个 卫衣的一些特点 我们这个其实是一间帽衫 其实我们轨迹 从1.0开始 每一季都有一个核心单品 实际就是我们的帽衫 其实咱俩穿的是同款的 同款帽衫 对 对 你这个颜色好看一点 我这个比较清新工晰率 对 但这个也很 很年轻 很校园这种贵色 然后我们这个 其实也是做了挺多小细节的 你可以看 其实 这是用了一个小发泡工艺印的 然后摸起了手感很好的 做了轨迹的标 然后这做了这个 go for joy 这个小雪花的一个 go for joy 对对对 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两个 这个吊绳上 加了两个这种小皮盘 就觉得是有点这个居家的这个感觉 然后其实在我后面这个帽子上 帽子这也有一个小的 我全身细节 也有一个小皮盘 go for joy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是力求说 每一季都要有一个帽衫 是成我们的核心单品 然后我们每次的设计师都想说 尽可能 因为帽衫是很基础的 尽可能的加一些小细节 对对对 加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 而且你看军军这个帽衫里边 这个口袋里装了很多东西 对对对帽衫 给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哈 这是捏捏吃的 这个很实用 捏捏的吃的啊 非常实用 随身可以携带小零食 随身可以 就是多拉一梦的这个兜兜 对 摆变兜兜 看看军军的外套 我这套就很这个清新啊 这个是一个断面的材料 对对对对 摸起来很舒服 你摸很滋滑 就是很有贵公子的感觉 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可以啊 很轻敷啊 这种面料很舒服 是然后呢 这里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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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衣啊 嗯 就像就像新总说 我俩是同一款的 但是呢颜色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我这个呢就更清新一点啊 这个这个这个就很适合这个 出去玩啊 对 然后呢或者是这个 除了冬天 对对对对 春秋啊 你留到春天穿也很合适啊 对对对对对对 春秋穿这个卫衣很舒服 而且他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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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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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层 抽层跟别的卫衣不一样啊 对的 你看看有巧思 这个布料不一样 是 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些小的点缀啊 是 更加有设计 更加有设计感 我们就例如说一个普通的帽衫 也跟他做的不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些小细节嘛 有些小巧思啊 而且我注意到俊俊这个外套上的 轨迹5.0的logo 它是个刺绣的 刺绣的 对这个外套是刺绣的 然后这个卫衣的是这种发泡 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然后杨阳哥那个穿的是补绣 我这也是 对所以我们这其实 这是补绣的 然后也是硬鼓的 绣鼓那种 所以其实我们还用了挺多 就力求说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啊 每件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我这个裤子 其实我现在 我很喜欢什么样感觉上 上身这个运动服 真的很舒服 看着就好居家 而且我很喜欢 我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版型 我喜欢宽松的 破腿的 嗯 因为这个腿啊 太长了 长了 对对对对 又扛了 又不扛了 又不扛了 对对对对 没说啊 所以要穿一个长的裤子 我喜欢穿这种舒服 因为舒服 鞋就不说了 刚才点到过了 那我们也让小姐姐去变身了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身 我们小姐姐应该已经变装完成了 好的 我们来见证一下她的搭配 欢迎 来有请小姐姐我们看到了 来我们看小姐姐上升了 刚刚最近搭配的黑色的帽衫 外边搭了一个羊羔绒的外套 哎呀真好看 是不是很适合冬天 很适合冬天 这个就很小清新 有种有点学院的那种感觉 是 是 然后这个主要是这个卫衣 在里面其实也不抢 是 这黑色搭白色就很合适 然后加上这个一个有点偏卡其的 这么一个裤子 就很百搭 是 而且你看小姐姐这外套 这个她的袖口手臂这个地方有一个设计 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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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新总刚才说是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设计 对 是一个是一个织带 然后这样的话就让这个衣服有层次嘛 让它有层次 是不是不会显得 因为很多女生穿外套害怕就是臃肿 对对对对对对 它这样变成了一个层次的一个变化 是是是是 感觉人就是又有线条 更精神了 又保暖 精神一点啊又保暖 对你看穿这一身出去 雪地里OK的 OK很OK 而且你看她的那个 没有问题 绣长她这种垮垮的这种很时尚 而且这帽子也很时尚 很可爱啊 嗯 拖鞋是不是真的显高 真的 真的耶 拖鞋 我发现 小姐姐穿了我们的这个 毛组人的新线5.0的拖鞋 是吧 这个我发现我们361的拖鞋都很舒服 我家 我军居族 是是是是 各种开工必备 361的开工必备啊 很舒服很舒服 知名拖鞋品牌 对知名 荒唐 哈哈哈 不是全面的地方 刚才的地理也很舒服啊 走起路来也不会累啊 是 很舒服啊 然后我们看刚刚俊俊给小姐姐 第一个选上的 就是她手上的这个包包 对对 也是我们今年 《轨迹5.0》的一个主打的 就是单品花样版出啊 对对对对 为什么这个包包第一眼俊俊你看上了 嗯 因为就出了这么一个包包 哈哈哈 这个现场 贵架 就是这一个 就给我选了这一个 但是这个包包很好看 形状很好 新型的是吧 是是是 然后呢 后面有小巧思 Go for join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种格子的设计哈 有点像老瓜 是 经典 而且它那个绿色那个 露我跟衣服也比较忽应 忽应 真的细节啊 白和黑也不会过时啊 拿到街上 很可爱啊 可以手拎也可以斜化 是是是 对对对对很可爱 女生拿出去很可爱啊 对现在大家出门 其实东西没有那么多啊 这么大小一个包包装个充电宝 刚刚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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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合适 杨阳哥你也可以 我想拥有 真假的 我都可以 只要你送我 你护得住啊 谢谢小姐姐 我们第一个look 给大家分享了啊 非常的 温暖的一个感觉 哇 第二个就不一样了 行李箱也是啊 哈哈哈 真假的 这是个行李箱 我们三六一度品牌 是回忌的 是回忌的行李箱 嗯 回忌的行李箱 哇 这可以啊 这么一套直接穿出去滑雪了 对对对 长卖山了 去新疆阿尔泰也行 是是是是 这一身的造型 俊俊你来四次点评一下 很实用 三个赞 哈哈哈 四次点 很实用 特别实用 特别实用 为什么 首先这个 这身搭配重点是在于这个夹克嘛 因为我选的是 主要是为了这个夹克去搭配 是啊 因为这个夹克呢 它是个三房的 对吧 你春天穿也合适 秋天穿也合适 防风 夏天有点不合适 一一穿三地 除了夏天啊 都很合适 冬天加个羽绒也很很薄暖啊 又防风对吧 是 然后这个裤子呢很百搭 这种 其实它是有一点喇叭的这个形状 是 扩脚的 扩形的这么一个形状 现在也很流行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元素啊 也很舒服很宽松 穿出去也很方便 是 加上咱们这个轨迹的行李箱 啊 就可以直接带上滑水装备去滑雪了 可以直接旅行的感觉 直接旅行啊 还有这双鞋 也是我们最近同款 这双鞋 对对对对对 女生上脚也好看啊 好看好看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居家的嘛 然后很薄很薄 居家的 因为今年非常 这两年非常流行这种 对对对对对 很好很好看 而且这种材料在别的鞋上也没见到 很少很少非常少 非常少非常少 辛苦小姐姐帮我们转一圈 我们看看背后的这个帽子 哇 是不是帽子 这帽子也很大啊 上下班什么下雨了 直接戴上帽子就可以回家了 而且我很喜欢这个外套 你看它的这些拉链的设计 哦好多大了很实用 大口袋 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 能装东西 其实这个创意也是我们之前 因为轨迹都出到5.0了 之前也是有粉丝很多购买过嘛 我们在粉丝群里有过互动去说 就是你们觉得我们在这个轨迹这个系列 还需要在什么品类上有突破 是有一些粉丝给的建议 尤其有一些北方的粉丝 他们觉得说想有一些一一多穿的 就是因为冬天嘛 冬天他们会觉得说羽绒服虽然很好 但羽绒服不防雨嘛 他们希望说就是羽绒服还很沾雨 对一湿了就很重 所以他们希望说北方的冬天下雪的时候 是你有一个三房的衣服 然后三房的衣服这样的话 就是他们就可以戴这个帽子 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女孩子 喜欢那种被保护的感觉 所以就这个品类就是又可以防风防雨 又可以把它拆下来做三川 其实和你的粉丝就他们给了一些建议 对他们觉得说轨迹里应该有这样的单品 很契合啊 那真的太好了 这多好的品牌 多好的代言人 多么多好的粉丝 多么贴心 都说我们轨迹是这个361度和龚俊共创的 我觉得要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粉丝也加入了共创 是一起参与了设计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粉丝买轨迹 用轨迹已经出到5.0了 很多粉丝其实是从1.0就开始出现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轨迹 是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觉得说怎么样 所以我们也尽可能的说 就是就是把这些想法也可以转到 可以跟你沟通 然后转到我们这些设计上面 对对对 其实轨迹也是陪伴了我的成长 谢谢这个361度 一直给予我这个工作上的支持 共同成长 谢谢一直信赖我 所以这个轨迹其实也是陪伴我成长的 也谢谢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 支持361度 也支持轨迹系列 谢谢大家 特别感觉 就跟名字一样 轨迹 它就是一路的记录 一路的陪伴 一路记录我的成长 其实我们361的那些 比如现在在场的小伙伴 这些同事 大家都知道轨迹系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其实大家对轨迹都是有感情的 因为我们可能从21年开始推轨迹1.0 然后当时Go4Joy 然后什么热爱来野 再到今天的暖过冬季 其实每一个我们自己整个的团队 其实投入了挺大的 包括你们 我们一起其实真的是算是我们361度和工具和工具的粉丝 共同成长 对对对对对对 记得我还记得那个很清楚 当时那个21年的时候 361给我贴了一整个公司的大海报 对对对对 咱们公司后面对对对 非常感动 日出东方 对对日出东方非常感动 谢谢谢谢 361度 太棒了 所以今天晚上的好消息8点钟 8点钟 我们的轨迹5.0就正式上架了 所以大家如果刚刚我们在分享当中有任何你心动的 让你种草的 今天都是非常好的时机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温暖的冬天 对谢谢大家的支持 耶 那今天既然 谢谢大家支持轨迹系列 是的 今天辛总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这个轨迹5.0的礼物 也给俊俊带来了这个好老朋友 虽然他已经出去玩了现在 今天俊俊也给辛总准备了一个surprise 那我还有礼物 我也有礼物 你们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辛总 我已经闻到了 讲到冬天 大家其实可能会想到温暖的穿搭 是 然后比如我跟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户外 雪乌乌小木乌来分享 还有就是小不了美食 冬天要吃什么呢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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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火锅啊 今天我们四川人俊俊给大家安排了火锅 安排了一个上火锅 温暖的火锅 火锅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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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动吧 是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开始之前给俊俊介绍一下 我们的轨迹5.0夸张到什么程度 夸张到什么程度 连这个周边都给大家想到了 这个超级可爱 这个超级可爱 我说这太可爱了 这个太可爱了 这个真的很可爱 这个超级可爱 这个是俊俊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个上面画的是上一次拍摄的一些画面 对对对 军军和面面 这些都有涉猎到 满足任何产品的品牌 这都很大 炒菜什么呢 这个我带回家了 我想带回家 今天因为你的衣服太好看了 你就不用围围裙了 你就穿着5.0 我把这个收好 我带回家 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吧 开动吧 好嘞 这个是我们往前挪一点 可以吧 好 来 帅一点 先帅一点 我们让四川人带我们吃吃 这个火锅 这对四川人而言 真的有点清淡了 这个太 这个不是 这个主要是缺了一个灵魂 什么东西呢 这个战叠不给我们整上 战叠在那个路上 那个大雪封路了 封路了 没进来 没进到来得及 哎 我们可以聊一聊 就比如说 新总是北京人 我是北京人 我是北京人 那你是不是特别无聊 就是麻将 吃麻将 你的战点是什么 对 我们北京 因为我们北京火锅 其实就是拿清水 基本上清水涮的 涮羊肉 对涮羊肉 但我们比较重要的是料 就是芝麻酱加韭菜花 加上腐乳 那个是很重要的 那个什么学问 我们锅底其实很普通的 基本就是白锅 加点葱就完了 加点葱就完了 但是酱还是有讲究的 新总我想问你 你作为一个北京人 你喝那个豆渣不 我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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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炒盖包子 什么炉煮这些都没问题 假的 我刚说 这些都没问题 这些都没问题 就是豆渣不行 也是有人接受不了 豆渣不行 豆渣不行 你的调料有什么讲究 我的调料 四川人的调料 我会一般吃火锅 对两种 一个是那个香油碟 就是最传统的 然后呢 香油加蒜泥加生菜 加葱 香菜加不加都行 然后呢加点蚝油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种是干碟 干碟不太油 然后呢味比较大 就辣椒粉那种 辣椒粉 辣椒面 然后呢加一些味精啥的 诶 信总你能接受成都火锅的那种 香油的那种 我可以我没问题 我没问题 但是因为我是北方人 我比较口重 所以我香油里不得加点酱油 香油里面加酱油 就是香油碟里面 我会加点酱油 加酱油 哇塞 感觉挺凉的 有点咸吧 对我们可能北方人口比较重 喜欢吃咸一点 所以我一般香油加蒜之后 会加点酱油 加点酱油 哦加点酱油 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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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新总你平时在厦门生活 是吧 361总部在厦门 对对对 我在361在厦门已经10年了 所以我现在其实 厦门口 厦门的火锅是什么潮汕火锅 潮汕海鲜 海鲜火锅 比较清淡 海鲜火锅 或者港市那种打变炉什么的 厦门都还挺多的 诶那个我上次去厦门吃那个 吃什么了 那个竹笋洞 土笋洞 土笋洞 它那个上面 虫子吗 对虫子 你可以吗 吃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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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没问题 还好 它是要加点酱油是吧 对那个得加蒜汁酱油 蒜汁酱油 对对对 那个很有营养的高蛋白 我吃了一口 其实还行 怎么样 它就是一根虫 不知道是什么 沙虫 是海里的那种沙虫 很有用的 高蛋白的 但是看起来确实有点 看起来有点不敢下口 对对对 你看我吃过 啥时候吃 小时候 去厦门旅游的时候吃 厦门旅游的时候 所以你看咱们就是中华美食 真的是太精彩了 对对对 大家有机会就是带上 361度的 一年四季的轨迹的衣服 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 吃各种的美食 品尝各种美食 对 然后你吃火锅 如果你买轨迹的衣服 还给你送你一个围裙 对吧 你可以自带围裙去 是吧 这是送的 真的啊 不是单独售卖的 这是我们这次的赠品 8点钟啊 就有机会获得这个 这个围裙真的 我们好多人都在预定 真的 这个围裙好可爱的 我估计拿到了 大部分会是我就会 可能会舍不得穿 很怕谢谢 很怕那个油蝶 飞到那个围裙上 是那个围裙蛮可爱的 很喜欢 双十一买轨迹系列 还能给父母 还能给父母送个围裙 给父母送围裙 为什么不给父母送轨迹 哈哈哈 也可以 也可以 来 我们就干个午餐肉吧 干个午餐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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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了 午餐肉是真好吃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我爱吃火锅每次必点 还有小酥肉 哦 酥肉 午餐肉 对 午餐肉 进军必点的 牛肉 进军必点的是什么 上脑 你们是不是都不吃蔬菜 蔬菜我爱吃 涮白果 白果 涮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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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鸟鸟�鸟鸟���� 都是笔质项目 对 今天真的很难得 藉由我们361度的分享 真君君在线上 跟大家一起来 冬日的火锅局 然后在我们的小幕屋前 然后分享了我们 轨迹5.0的各种各样的 潮流的新的单品 然后也是给大家一个冬天 暖过冬季的一个陪伴 对 秦总 接下来我们11月 是不是还会有 这个君君的生日 对会有 会有 会卖个关子 然后卖个关子 每年的生日款 其实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会想说 我们今年的生日款 会跟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主题 来个想想 比如说 互动 对 有一些主题 会有关联的 今天这个生日款 我觉得它蛮有意思的 先卖个关子 对 太好 所以越到这个年底 各种各样的节日也来了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各种各样的 来自361度的惊喜 好 我们今天这个火锅 就先继续吃着 吃着 然后我们让那个 辛总先去休息一下 好嘞好嘞 主要是帮我们买个单 对 你俩先吃着 对 你俩先吃着 好 好 谢谢辛总 好 谢谢辛总 好 谢谢 期待我们下次有什么场景了 好 期待下次再继续 下个我们6.0 咱们找一个更好玩的 海边 可以 军姐可以跟粉丝们一起 把我们出出主意 海边可以 我们也可以 来我们来个轨迹6.0推出泳装系列 哈哈哈哈 泳装 不是你穿泳装就能播吗 真的要穿泳装上镜吗 我是谢谢你 能抱 好 谢谢辛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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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继续坐着给大家分享一下 冬日有没有什么你自己必听的歌单 冬日歌单 让你会温暖的 冬日的歌单 嗯 有什么样的 哎 我想到一个 啥歌 11月的 小棒 小棒 里面有一首歌 有首歌是冬日的 你再想想 还有首歌是冬日的 什么歌 冬日 跟一个单品有关 啥 可以穿在身上的 黑色 黑色毛衣 是 黑色毛衣 但那首歌是不是有点悲伤啊 就很 怎么唱的 你又想与我是吧 你又想与我是吧 你又想与我 又想与我 又想与我 想不起来 11月的 就可以让我们的361度来一件黑色的毛衣 可以 可以 好吧 可以 那你还有什么冬季的歌曲啊 哎呀太多了 我的歌一年四季都适合 开开心心 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听一下啊 恭喜巴塞 不是很合适吗 很适合年底的氛围 嗯 那就 听了之后很喜庆嘛 是吧 要过年了感觉 嗯 对吧 好的 今天我们就是在吃着火锅 嗯 然后看着美丽的雪景啊 对 穿着温暖的轨迹5.0 轨迹5.0 嗯 希望大家这个冬天 给大家送点冬日的祝福吧 好了 我们也接近尾声了今天的分享 哦 这个希望大家啊 在这个冬天啊 都有这个温暖相伴啊 希望大家都能有朋友啊 也有音乐啊 围在一起吃着火锅啊 感受冬日暖暖的氛围啊 也谢谢大家对我和这个361度啊 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支持轨迹系列啊 祝大家啊 恭喜发财 谢谢俊俊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和温暖的分享啊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晚上8点整 来get我们俊俊同款温暖过冬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时间了 那我们就下次轨迹的party再见